欢迎来到城市工程 这个频道是专门提供装修、装潢的知识 了解装潢费用、装修预算、装潢报价单 参考室内设计风格 如果你想了解装修、室内设计的大小事 你可以再用下角免费订阅频道 然后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推出的影片 也可以在下方发问正在困扰你的问题哦 室内设计现代风配色 现代风式内设计强调的是简洁、清新、自然、舒适的风格 并且注重细节和设计感 对于颜色搭配来说 现代风格的室内设计偏向于中性色调和深色系的搭配 这样的配色能够营造出大气、内敛的感觉 白色能够营造清新、简洁、白色墙壁、家具或地板等 都能够让空间更加明亮、宽敞 灰色是现代风式内设计中常用的颜色之一 特别是浅灰色或灰蓝色 能够营造出冷静、典雅 同时也能增加空间的深度和层次感 黑色调它可以营造出现代、高贵和神秘感 同时也能让空间更加富有层次感 材质建议 木材能够营造出自然、温暖的感觉 通常使用浅色、圆木质感的木材 如橡木、蜂木、白蜡木等 用于地板、家具或者是装饰 金属材质能够现代感和科技感 如布锈钢、铝合金等金属 通常用来制作灯饰、椅子、橱柜等家具 也能够用于装饰 玻璃是一种常见的材质 能够营造出通透、明镜、现代风式内设计中使用玻璃制作门窗、灯饰、橱柜等 同时也能够用于装饰、如玻璃花瓶、玻璃竹台等 食材经常使用的是大理石、花钢石、石膏等 多位制作地板、墙面、台面等 为空间增加纹理感和丰富度 现代风灯式搭配 吊灯 可以增加空间的层次感和视觉效果 笔灯是一种比较细小的灯具 可以在空间中增加柔和的照明效果 同时也可以起到装饰作用 落地灯可以在空间中起到照明和装饰的双重作用 而在现代风格室内设计中 主要选用线条简洁、金属质感强、几何造型等等 现代风家具建议 选择简洁的沙发可以营造出整齐、舒适的效果 建议选择具有简单线条的沙发 避免过多装饰、使空间显得简洁明亮 现代感强的茶几具有设计感 并强调使用简约、如木质或金属的材质 封课工程专职统包工程 封试工程专职统包工程 由于每冠间间具的装潢装修设计并统包施工 從室內設計、裝潢筒包、住宅裝修、新成屋設計、老屋繁星、商業空間規劃、室內裝修許可等裝修大小式 從一般規格品到特殊客製化產品、到安排特殊材料或指定品牌材料施工、城市工程均能配合服務